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king 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我是伊達 新年快樂 總之這個新年到了特別興奮 所以有時候會有些比較激烈的肢體動作 那既然是新的一年開始 我們準備了一個全新的單元 叫做 IN 周報 就是大家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跟我們過去的模式完全不同 它是一個談話性的節目 希望透過這個影片來跟大家聊聊 每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一些特定的資訊、新聞等等 甚至做一些簡單的行程介紹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鎖定我們 Biking 的 YouTube 頻道 我們預計在今年開始 會在每個禮拜三的晚上九點 來定期的發布 到時候會發布在 每個禮拜三的晚上九點 對啊 就像今天一樣 每個禮拜三的晚上九點 那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做影片 當然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每個禮拜做一支影片 一年我們就要做52支影片 這是我們今年的過年的新希望 我們有辦法嗎 按照過去的紀錄來講很難 但是呢 但是等一下你要知道 1月1號 除了是一個儲就不新的日子之外呢 它除了是元旦要申請之外呢 它就是一個全世界都可以說謊 不用負責任的日子 比如說我們每年都會許說 我今年要早睡早起 然後讀好英文 我要節食 我要運動等等 還要大高 對 每年我們都會有這樣的希望 但從來沒有達到過 所以 1月1號是一個好日子 我們也要在這個好日子 向大家 宣布我們的計畫 就是今年每個禮拜至少做一支影片 一年至少做52支影片 好 接下來就要進入我們今天最重要的話題 就是我們的標題 就從今年開始有一個全新的規則要 政策要上路了 好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是 你知道這個政策是什麼嗎 就是從今年1月1號開始 騎車開車 騎車上車 我在講什麼 對不起 沒關係 反正你剛剛的梗設定的也不好 好 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們這一期的主題是 從今年開始 白天騎車都要開燈 經過多次努力之後 終於把題目講對了 好 那其實這個題目呢 並不應該是這樣 應該說這個政策它的規定 並不像我們網路上傳的一樣 在很多長輩群組裡面傳的那種 賴圖那種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 來為大家普及留言 認識這個政策 它真正的相關規定 是的 快問快答第一題 2017年開始 交通部規定 所有機車在行駛的時候 包含白天 都一定要開啟大燈才行 是的 錯 其實交通部並沒有 太大力了不好意思喔 好 其實交通部在相關的部分 並沒有規定說一定 強制要開啟大燈 所以 也沒有相關的法則 如果你再看到類似的資訊 那都是假的 是的 騙你的 第二題 從2017年開始 車廠所發表的行車款 都一定要具備全市電燈 或者是日行燈的功能 才可以上路 才可以出場 對嗎 是的 好這次答對了 第三題 從2017年1月1號開始 你在市面上買到的所有行車呢 都是有搭載全市電燈 或者是日行燈的功能 是的 錯 這個功能呢 這一個規則 是 是針對說 2017年1月1號以後 所發表的新車 它必須要具備這兩個功能 就是全市電燈 跟 驟行燈 但是如果你是 2017年1月1號以前發表的車款 可是你在2017年1月1號以後生產 那樣子沒有具備全市電燈 跟日行燈功能是OK的 原來如此 你是真的聽得清楚嗎 聽得懂 我怕有人聽不懂 我們再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是 比如說你現在買了一台 靖豪125 那它的生產日期是今年的1月4號 可是它這台車是在去年的8月發表的嘛 那沒關係 在交通部的認定上 它是屬於舊的車款 它只在今年生產 那它可以不具備這兩項功能 OK的 但是如果說你買的車是在今天1月4號所發表的新車 那麼它就絕對要具備這兩項功能 才可以了 OK 第四題 如果今天我買了一台在2017年1月1號以後生產的新車 它具有全市電燈的功能 是 我可以自己把這個功能給廢除掉 不行 沒有錯 不行 這個相關規定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把這個功能算是給廢掉呢 可能就會上罰單了 第五題 所以在今年1月1號開始之後 就算我在白天騎車沒有開大燈 也不用擔心會被罰了 是的 錯 雖然新法規沒有強制規定說 一定要開啟大燈在白天行駛的時候 但是呢在一些特定的道路 比如說 掉波車道 比如說 隧道 比如說 特定的山區 這些都是有規定 原本就有規定說 你白天行駛這邊要開大燈的路段 還是必須要開啟大燈的 要是沒有的話 你還是有可能會被開罰 所以這個部分請特別小心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針對機車 是否要在白天行駛時開啟頭燈 會不會被受罰 相關規定的一個介紹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讓大家更加了解相關的政策 以及法規的制定 不用整天擔心說 我昨天 機車忘了開燈 會不會被罰款 或者說 受到一些LINE群組裡面的 掌背圖的騷擾 受騙 希望透過這樣方 讓大家更加了解 但是在LINE群 其實白天並沒有強制 要開啟頭燈這個規則 同時呢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在白天騎車的時候 主動來開啟頭燈 因為它真的可以提升你的安全性 尤其是讓對面的來車 更加注意到你 那當然根據歐美特他們的研究 如果這個地區都實施全時點燈 常時點燈這樣的規則的話 一個月下來它是可以有效降低 大概5.9%的造勢率 那其實這個真的對我們的交通環境來講 是有正面的幫助 對你的安全也有幫助 所以 可以的話 未來你騎車要不要開啟頭燈 白天 當然要啊 你每次都沒開 陳奕達 是一個很會說不會做的人 你重視交通規則安全嗎 我重視 是 那為什麼昨天我收到 年前我收到了一張 操作的把單在屏東 你 不小心 多踩了一點點 多多點 多11公里 多11公里 大家在路上騎車 當然它是為公募 沒辦法那天比較晚 大家在路上騎車開之後 還是盡可能的保持速限安全第一 好不好 聊天自己服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Bikein機車資訊網 所推出的第一次 印週報的單元 那 不是還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本來我們計畫了 大概20分鐘的單元 然後要做成一個 就是每個禮拜會越做越多 最後變一個小時的 快動節目 但是我剛剛發現太累了 就是算了 好 我們今天到這邊就可以了 那我要跟大家預告的是 目前我們的印測試呢 已經準備了一些 大概目前是幾台車 目前有幾台車在公司 大概有五台車 五台車 對那這些車呢 我們預計會在1月的時候 盡量把它拍攝完成 只要一完成 我們就趕快進入後製 那希望在1月2月開始呢 我們可以達到 每個月 不要說多啦 至少兩隻 這樣子的方式 來讓大家看更多的影片 那也希望大家有任何意見 有任何想法 不管是關於應測試 還是應週報的 都可以在我們YouTube 或是Facebook的部分 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也會認真的去閱讀 那可能的話 我們也會盡量的回應 雖然很多時候其實最後沒有回應 但是你們留言我們一定都看得到 任何想法都歡迎告訴我們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應週報 我是小三 我是伊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